特殊的比赛 非常多的老运动员 非常多的退役的运动员 都选择了最后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来为自己曾经培养和选拔的这样的神里面的去 做一个回报 对 说说这次也是一套特别特殊的风景线 也就是老运动员 在比赛场上这一次给我感觉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充分的利用了比赛经验 也同时呢 女的还是单打双打 所以说都是今天也是 特别是我觉得今天的两场决赛 不管是女子团体的决赛 还是男子团体的决赛 老运动员的表现应该说比年轻运动员表现得更好 您说的这个也是我们前面 我和龚伟杰在这个解说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尤其是今天晚上这个男团 像大家都说了以陈金为陈金啊 蔡云啊 就叫老运动员了 现在到30岁左右的时候 人们依然还可以保持非常好的状态 对 今天让我感觉到特别不错的表现呢 就是李玉 对 李玉作为一个退役了很多年的运动员 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战胜成这个陈龙 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称赞他 对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像这样的比赛呢 其实拳运会对国内比赛来讲是一个大赛 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就像您说的相当于国家队的拳运会 对 最重要的比赛 老运动员呢 在一般的比赛当中呢 有的时候呢 可能 有起伏 加上他的比赛经验和良好的心理稳定素质 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爆发一下 对 这场球呢 应该说也许是一个转折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田后威能够战胜成绩的话 那福建队还有一点机会 但是从一开局来 站的是他的老前辈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超越他 能不能愉悦 这个还是对年轻的人是个考验 最怕的就是这样 对 另外就这比赛让我也感到就是这个第一单打的重要性 对 第一单打非常重要 因为第一单打你这分一丢 整个全局被动就属于 今天呢 应该说呢 我看成龙的比赛 一次我活的打法 就是攻 你只要把球放到我后场 我就得杀你 对 完了上前以后就跟你搏 那这种东西我想 我想这种打法和这种战术 肯定不是赛前陈龙所预料到的 对 准备不足 对这个还是 是 没有这个空间 21分就是不给你犯错误的机会 偶然性非常大 你一旦犯错误 在场上想扭转是很难的 但是你看这场球 在田后维跟陈金 这比分一支 有杀伤力 但是呢 但是呢 现在的比赛呢 它是这样的 你要想打一场球 打一场好球 这样的打法呢 有可能可以表现出来 但是想打一个完整的比赛 这样打法就很难 因为你他需要太强的体能 你如果是每一场 就每天 现在每天比赛 每天比赛 然后每个星期都有比赛 你这种打法消耗特别大 你很有可能会受伤 你很有可能坚持不了 一个完整的比赛 所以他一打 非常的不适应 所以这一场球来讲 可以说这种打法 确实给陈龙和他心理压力 属于说比较稳的 对于整个技术也比较全面 条件也比较好 但他今年的最主要的 一个实际问题呢 就是四月份肩部受伤 然后呢 这个七月份急需 陈龙杜鹏宇 他们再年轻一点的 那一批发挥的怎么样 全英会团体赛 因为单向赛还没有打 从团体赛上来看呢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年轻队员的表现 亮点不多 不管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叫王正明啊 高欢 程耀宽 高欢啊 这些表现都 我觉得中威中聚 但是呢 相对表现比较突出的是 浙江的黄宇祥 对一个非常年轻的队员 是94年的 表现得不错 表现得应该说还是 跟林丹打得也很胶着 然后又升了杜鹏宇 整个比赛打下来看 还是具备了 在这次比赛当中 弥强的一个队伍 应该说的 有机会进前四名 关亚军 甚至拿冠军的队伍 也被淘汰出前四了 对 这个说明说 这种排阵 这种排兵不阵的方式 可以很重要 这种赛制还是比较有看点 看点比较多 就是给了那些相对的弱一点点 有机会 多了取胜的机会 最后边就实际上是精疲的劲 这个今天上午我们全体教练员在开业务研讨柜 特别是我们教练员的会议 所以他很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的是 他能够把男子单打的一些比较先进的 一些训练理念 一些对抗的一些能力 各个方面的表现 能够带到你队去 那这样的话 可能使我们的女女员 可能吸收一些 在原有女的基础上 训练基础上 吸收一些男性化的东西 这个队将来的 尤其是世界冠军 都想留留当教练 所以现在像陈金 然后蔡云 富海峰 徐晨 都已经提出来 将来退役的时候 希望留在国家留当教练 这个我也是特别高兴 如果从他的意义 从田侯威和陈金来讲 一是福建零比二落后 二田侯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员 在这种情况下 零比二落后的时候 他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这个扭转 这个局势的转折点 他如果能够成功 对他的这个整个运动生涯当中 这个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 对 不管最终的比赛结果的胜出 那他起码在全议会的决赛场上 做一个年轻一点 他都到了锻炼 对 这是为他将来的成功 我认为下一场 郭震东和宏伟的男双 从理论上讲 应该是要比 那就结束比赛了 如果能够转折一下 一方面是刚刚我前面说的 对他整个的将来的成长 他经历了一次非常有价值的锻炼 同时呢 可能也会给福建局带来一种新的 这个取胜的机会 如果打进去的话 可能都是赢了 就说明他可能 他还是比较着急 就是这种大的比赛啊 关键场次团体赛 有的时候决定比赛胜出的 不仅仅是很好的成绩 因为他的体能啊 各方面保证不了 但是呢 到团体赛当中一两场球 老运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就像您说的 单向他得一个人把这个五六场 对 从头打到尾 一个人打下来 但是团体 他只要把这一场打好 有的时候 对 这羽毛球的运动量 都非常大 多拍之后 曾经找了个机会 突击杀上网 确实像您说的 如果田后卫没有速度的话 对 他还是很困难的 因为有速度的话 像老运动员 他一拍一拍的 之间的连贯 这次 整个这个比赛 给您什么样的感受 回到这个 锦州来进行 这个全一会比赛 三十多年来 就在国家队这边的工作 他从情感上来讲 当然 自己是辽宁人嘛 回到家乡比赛 还是感觉很亲切的 但是呢 从整个还是不错 那锦州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 对 因为是全一会 大家都集中精力的 观看比赛 所以也没有 没有其他的 太多时间 没有其他的安排 对 拼得很 对 到单向时候 他们很难再有能力 在单向赛当中 有太多好的表现 天后 为现在的速度下来了 下来了 速度下来以后呢 他要跟成绩这样周旋的话呢 你看 他还是要 找机会 对 这个战术是对的 他是很聪明的 这球碰网半场了 又是一个机会 对 他也是属于像 有点像林丹那样 似的肌肉类型 对 是比较精练的 当然他没有林丹那种 相对目前来看 没有林丹那么全面 你看 你看 他依然 他抓机会 我对他给他 看这个多拍啊 对天后卫也挺关键 哎呦机会 已经见外了 已经出来 现在是关键比分了 15比16 这是整个比赛 最为羽毛球比赛 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这个比分 对 突击了 有突击 撇掉 哎呦好球 刚才你看啊 这画面 你看红刚 对 那也是那次 拿冠军了 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因为那次是 马来西亚李宗伟先赢了一场 对对对 这个手勾勾队 也就几次这样的经历 所以说 每个教练都对这样的比赛 高度重视 自己发就 15 就会 就会对 对整个的比赛的 这个胜负的结果 你看 心里就不一样 对对对 田后卑现在呢 要比一开局的时候呢 要打得成龙的多了 这个吃苦是应该的 嗯 我们知道 先苦后甜的这种 是必须的 那现在的队员就不是了 现在他要先看到甜 他才会 真是苦 他觉得好像 不吃苦也能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最近 我们也正在 围绕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在 说到了 其实现在咱们 中国羽毛球队 从国家队这一块 无论是科研教练 还是赛后的恢复 从对一的这一块 还有受伤 比如说汪欣和王林受伤之后 对他们的这种 后勤的保障 都是非常重视的 是 已经比原来 要重视的多了 是 而且复合型团队的 重用也很大 嗯 好 这球扑到了 田后卑的手上 全浪费在 没用的地儿 对 跟老定远中旋 哎好 他表现的 很老练 这个可能 19比18 这个对他来讲 也很重要 19比19 双方第一局 拼他19比19 哎 这个球田后卑启动太早 刚才的踢球很有攻击性 有凸击的机会 批杀 在跳对角线 底线 结果出界 这样非常 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二局的比赛 陈金先发球 咱们看看 陈金代表的江苏队 在前面的两场都赢了 他也是1比0领先 如果这局陈金再拿下来 这江苏羽毛球在 全运会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五连冠 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对 那就是接近20年 对 我记得您在02年吧 这个广州邮博杯上说过 希望我们把女队 我们中国羽毛球的每一次比赛 真的都是不容易的 当然球迷们只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就看最后 可是呢 整个征战 夺取这个荣誉的过程 很多人并不知道 比如说有的时候 电视转播呀 可能没有 我们正在要求 中国羽毛球的重新 重新开始 一切归零 要 要 这个 从这个 一切从 连开 这是教练员的 通过几天的会议 也达成公式 对 尤其是这个 博杯和亚运会 而且呢 国际比赛太多 所以有的时候 很难把运动员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对 这个顶级赛 然后呢 其中还包括 世界锦标赛 然后 汤姆斯杯 尤博杯和苏迪曼杯 然后总决赛 然后亚运 放弃第二局 要打第三局的感觉 也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 你看 放弃第三局 我缓过来了 你可能出现几点 那这个时候 我再开始突破你 这有的时候 这是一种战术 对 他是非常的镇定 也不喘 实际上已经很辛苦了 对 他的心肺功能非常好 但是主要是 表现他的疲劳 是肌肉疲劳 就他的这个消耗以后力量 手的力量 腿的力量 移动的力量 他就显得 移动速度不够了 但是他心肺功能还非常好 这球又借外了 皮肠 今天在五套 今天在五套 对对对 转眼间 比分从7比右 变成7比4了 嗯 就出现 他这个 觉得不行了 我先缓一缓 他马上都知道 什么时候该缓 年纪运动就不行 他永远是一个节奏 这次皮肠 具备这种能力上 已经具备足够的这个能力了 对 但是在比赛当中 你怎么去赢得一场比赛 怎么把你这些能力 呃 该用的都用到点上 这个好像要需要很多年的积累 是 这个羽毛球很好玩 因为这个场地呢 只有101平方米 嗯 整个场地 嗯 这101平方米作为一个运动员 怎么能把这101平方米 能够把它 每个地儿都用上 运用到非常好 嗯 这个空间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呢 羽毛球 因为他脸色的球 他不能落地 嗯 他永远都是在空中的时候 你要把他把这个场地空间 给他运用好 这是一个 呃 应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东西 事情 嗯 你得用球来支配对手 对 对 就用球来牵制对手 对 两个人现在是在 完全是在聘毅力 嗯 而且陈金就是等着对手失误 对 对 你要坚持你的打法 你必须这样去做 嗯 对 对 哇 抓了个机会 半场球 不容易 曾经今天真是不容易 又一个发球师 这个能力 手上控制能力也下降 嗯 但是陈欧威反过 突击你 嗯 对 对 头顶去反而不怕 又来了 但是这次陈金有准备 对 嗯 嗯 还是造成 两三个球 他就跳成过来 嗯 出击力拍 怎么跑一样 我这个如果你只有变速 才能把他这个体能给破坏 对 哦 界内 四线示意界内 他的魅力所在就是 他总是有很多东西是出乎人们预料和判断的 嗯 应该软达 应该软达放往 一个冲 冲成龙的这个状态吗 还是希望来抢这一分吗 其实呢 我相信 呃 不管是江苏队的教练组 孙志安也好 孙俊也好 呃 派成 李玉上场 呃 还是陈金 还是邱炎博 三个人 其实他的主要目的还是 自己的仗里面 应该是没有算 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讲 他不可能把这一分算 算到了他们的这个取胜的这一点去 对 肯定是算到 嗯 你自己呢 又紧了一下 他原来的本本来是70 这个差别就很大 70 30或者64的 变成55的选手 打国际比赛 有 有有这种比较直接的帮助 有非常大 也是一样是很好的锻炼 每一届全议会 都会结束之后 都会有几个年轻队员通过全议会的锻炼 然后呢 能够在 你都要全力以赴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紧张 有的人就会觉得说 哇 各种各样的这种心态呀 等等 差别是非常大 还是他的正手 就像第一局一样 又进入了白日化 14比14了 所以趁金这场 就真是够艰苦的 还是这个球 说批杀有时候动作是最隐蔽的 只要看到精彩的比赛 有的时候并不是非要看谁胜谁输 就只要大家把这场比赛封献的是非常精彩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 对 批杉说也精彩 现在陈金又落后三分了 看看他能不能扭转 损心万变 损心万变 因为你你只有在精力很集中 精力很好的时候 你可以变化 不断的变化 否则很多很多时候 都是你的习惯 习惯 是训练的习惯就入 连丢了五分 无为输入不多 只是说你出球质量不好被谁抢到而已 你看 就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 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 对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全球会让人大赛 运动员投入的那个投入程度 对 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运动员已经场外 拍手也很多 而且场上那个公与房子间的变化 也在瞬间也都是掌握得不错 你看控马前技术 控底线技术 包括过渡球 包括这个变速突击 两个人都掌握得挺好的 都比较到位 球的质量都很好 对 厉害 又是一个正手的批杀 现在决胜局已经开始了 场上穿着黄色上衣的是代表江苏的陈金 穿着红色上衣的是代表福建的田厚威 两个人的决胜局 一般高水平的都是这样 对 包括业余高手 我觉得爱好者 你碰到高水平的时候 真正觉得他高水平的时候也这样 尤其是受过专业的 对方的身高在这边 他可以说他不移动拿到球 因为在业余爱好者里面 没有太多的步法 如果你不把弧度球打出来的话 他就不需要他去移动 他移动的时候你才有机会 军队实现了突破 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全运会女团冠军 战胜了江苏3比1 晚上还是江苏队 他们的南队对阵福建队 目前大分是2比0 和田厚威打成1比1 到现在的第三届局面来说 还看不出来 和这个转折是一直都没想到 自己发挥的非常好 战胜了陈龙之后 把整个这个剧本都给改了 对 这是没有 每个人都没想到 连尼岛都没想到 对 插网球 这倒是肯定 对 这对陈龙也是一个锻炼 陈龙主要旁边 因为他过来跟离岛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和我刚刚说 其实整个技战术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你心里面有太多的包袱 或石头了 你现在回去 唯一要做的就是 把所有东西给卸掉 可是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 这事也属于别人帮不上忙 对 可是我刚才说 你失去的越多的同时 你也在收获 输一输这个包袱 没准备放下来 对 因为他也说 胜了陈龙的今天这场比赛 后边的戏码就全都不一样 这场比赛 这突然在头顶起来 连续两个 其实最主要就是看田后威 是如何来控制自己的 一个失误率 要求不要太过高 我觉得现在的比赛 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 不是由陈金来决定的 对 实际上是由田后威来决定的 对 你要发挥好了 陈金是拿你没办法的 但就看你能不能发挥出来 对 你可以看陈金其实是 跟着田后威在打 这种状态 还是不一样 这个年轻队员 第一次参加比赛的 肯定是不一样 对 我们打比赛的时候就是 就是 面绝对不改色了 不管遇到什么时候 或者你腿抽筋了 或者你拉伤了 就永远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从眼神里面都不能透露 肯定要好一点 所以这场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德战 是三场结束 还是打到第五场 就得看这决胜局了 其实我觉得 江苏也不想打到第五场 机会 一定要借对方的力 好好澄清的体力 其实在单打这个项目里面 最怕的就是 打不死对方 进攻没有实力 没威胁 对 最怕的就是打不死对方 就是我一直进攻 我一直攻不死 对于任何一个进攻 就是凶狠的选手来说 这都是一个心理障碍 好点脱筋 我就一定要赢 或者要成功 要不就不做 可以失败 运动员这个团体 是几乎所有人都这样 我觉得精神很重要 很明显 曾经刚刚休息了 想有一个变速 然后现在打变速 尽可能创造进攻机会 但是田后威防住了 其实田后威的整体的 攻防能力比较平均 你说他的整个进攻很凶狠 其实也不是 又形成一个多拍 批杀 曾经已经站在了对角线 这一拍够长的 戒外了 戒外了 参往之后 本来是想看雍正皇帝的 结果演的是攻心计 最怕的就是这种 那个真的就是拼意志品质 和拼 有时候就得拼 最后有一点运气 其实就是拼心理 没有存在什么记载数 打到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运气球 这球在网上 在过去的十届比赛里边 男子团体 这个最高荣誉吧 应该算 福建和江苏 各自拿过四次冠军 是福建先拿过四次 然后江苏是在这一届之前 连拿了四次 其实体育能够带给人类的 比这要多得多 对 体育练得是一种心 这球比田后为强 一人一个失误球 但曾经得分这么容易 国家队女队的教练 这一次也是 作为最后一届全运会 代表江苏省来拿这个荣誉 也是很久没有训练了 到了顶峰 七个老队员都已经做了教练 都已经是有教练的头衔在身上 而且还有一些都成功 参加了 平均年龄将近二十九岁的一支队伍 这批青少联赛 他都获得了冠军 所以他有整体的实力 再一个对陈金对他也是 还是没那么了解 特别是他这个正手的进攻 对 其实正手的进攻 其实陈金就是一个反手反击的运动员 看来福建队这个转折点 是能够先抓住了 但是他能不能最终成为转折 还得看后边两场比赛 还得看后边两场比赛 那个本强了 来说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对 这球界内 这球是个机会 拍线断了 但是拍线在这个时候 他们肯定想到是曾经拿这一分 对 但是田后威在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拼出来了 发挥得很好 回球出界 在0比20多后的情况下 福建的小将田后威是2比1 战上了江苏的陈金 为福建队扳回一分 可以说田后威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在心理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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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